金匪片一直都是香港电影的经典题材 而扮演过袁景的演员不在少数 大多数演员是因为长着一张正气领人的脸 也有人真的做过袁景 这位演员就是林佳华 她是香港80年代的演员 虽然没有大红大紫 但她曾经出现在众多影视作品中 她的脸只要一出现就会觉得眼熟 1957年林佳华出生在香港一个袁景之家 五六十年代的袁景并不是什么光荣的职业 香港帮派横行 政府在英国的管辖之内 包括司法在内的各个部门高官都是白人 然而白人景司却管理不了香港日益壮大的帮派 只能提拔华人探长进行管理 这些华人探长大多与帮派沆瀣一气 一边收钱一边做面子工程 如同电影《五一探长雷洛传》中索演一样 上梁不振下梁歪 下面的袁景也纷纷效仿到处收保护费 牢有水 整个系统乌烟瘴气 混乱不堪 大远景倒是能获得不错的收入 林傅想让儿子长大后也做远景 那时候少年景校刚刚成立 17岁的林佳华遵从父亲的意愿考入景校 成为了少年景校第一批学员 那时候的林佳华就已经长得一表人才 在学校里汇报演出的时候 她总是站在第一个 并拿到了景校的最高奖项赢敌奖 毕业后 林佳华顺利成为了一名园景 当时政府为了宣传法律知识 避免青少年走入歧途 特意开办了一个节目名叫少年景讯 专门做青少年违法犯罪的预防工作 林佳华就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 也是第一代主持人 正是这个节目让林佳华被更多的人看到 太阳光帅气的形象也为景队增光不少 林佳华在节目中的表现 同样得到了一位制作人的注意 她就是立地电视台的监制麦当雄 立地电视台也就是亚师的前身 早年的风光和少事不相上下 而且在电视方面更胜一筹 张国荣 毛顺云 周星驰都是在立地出道的 只不过后来上市成立TVB 拿下了港姐的转播权 并将众多港姐签约到旗下 形成了百花齐放的局势 而亚师虽然也举办了亚洲小姐的比赛 但热度远不及港姐 两家电视台逐渐拉开差距 后来亚师便无法与TVB相抗衡 麦当雄毕业于立地的导演班 毕业后便进入立地工作 后来转型导演 曾获得过金马 金像等多项大奖 除了林家华外 徐锦江也是他发掘的演员 当年徐锦江投资失败 穷到连饭都没得吃 正是麦当雄让他去拍分岳片 才让他重新走红 后来在周星驰电影多次出演 敖拜一角 已经成为不可超越的经典 麦当雄邀请林家华拍摄电视剧 《鳄鱼类》并担当主演 这也是他的影视处女作 由此开始他脱下警服 成为一名演员 只不过林家华在立的不过两年光景 他便转入了TVB的旗下 那时候他的形象好 受到高层的力捧 拿到很多男主角的资源 这其中很多都是远景的角色 1980年 林家华在《上海滩》续集中 饰演郭震昌 一个仪表堂堂的富二代 对剧情起到关键作用 这部剧当时是TVB的重点剧 钟润发饰演许文强 李良伟饰演丁丽 谢霆芬的父亲谢贤 饰演反应号迪云志 只不过这部续集当中 没有焚沉沉的故事线 当年TVB拍摄金庸名作 《射雕英雄传》时 最先定下了女主角黄蓉 由温美玲饰演 而郭靖原本要交给林家华饰演 结果后来阴差阳错 到了黄日华手里 后来黄日华版的《射雕英雄传》 打破了TVB的收视记录 不断被承播 从香港火到了内地 而林家华错过了一次大火的机会 否则或许她就是无线无虎之一 不过十几年后 她在张志玲版的《射雕英雄传》中 饰演了杨铁心 可惜这一版的口碑和收视 都不计前作 而且拍摄这部剧时 张志玲和朱英这对男女主 还传出了绯闻 那时的张志玲身边 已经有了女朋友袁永怡 当时的绯闻闹得很厉害 以至于此后多年三人未曾同台 这也是披荆斩棘的哥哥期间 朱英没有现身为老公皇冠中加油的原因 林家华从最初的男主人选 变成了男主的父亲 不光是因为十多年的时间 她变老了 还因为在23岁的时候 因为拍戏导致她毁容 当时林家华拍摄一部古装剧 根据剧情她需要经常佩戴面具 为了将面具戴得更牢 她经常用胶水固定 结果拍了一段时间后 她戴的脸便觉得不舒服 但尤其拍戏日程紧张 没有来得及去医院处理 等到戏终于拍完的时候 她的脸已经出现浮肿病长痘 这时再去医院已经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期 她的脸开始变得坑坑洼洼 再也没有小鲜肉的元气 就像如今很多演员拍古装剧 要戴发套一样 每次卸妆都要用酒精擦拭前镜 对皮肤损害很大 让很多男演员有发际线后遗的苦恼 林家华那时候根本不懂的护肤 在远景家庭长大的她 也从来不注重自己的颜值 毁容之后她并没有抱怨 反而乐观地说 以后自己接更多有挑战的角色 可以证明自己的眼界了 但林家华的脸给化妆师带来很多困扰 甚至很多化妆师都不愿意为她化妆 就在这时 林家华认识了一个温柔善良的化妆师 名叫刘宝珍 她丝毫不嫌弃林家华的脸 尽力用妆容也是她脸上的瑕疵 后来刘宝珍慢慢成为了林家华的专职化妆师 两人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 变成了男女朋友 刘宝珍的长相并不是什么大美女 和林家华剧中的那些美女明星无法相提并论 但两人互相珍惜 于1984年走入了婚姻的殿堂 他们结婚那年林家华才27岁 因为这张脸很难再获得主角的机会 虽然戏约不断 但大多都是配角 同期的TVB男性刘德华 梁朝伟早都已经大红大紫 好在林家华和刘宝珍的感情非常和睦 两人婚后生下了一个儿子 那时香港的房价已经在分账 像林家华这样的小演员 辛苦一辈子也买不起一套像样的房子 索性她和很多香港人一样选择移民加拿大 给孩子更好的成长环境 此后林家华便往返于加拿大和香港之间 一边在香港赚生活费 一边在加拿大陪伴家人 这样的生活一连过了好几年 终于在1995年 林家华拍摄完最后一部电视剧《万里长情》后 宣布退圈 回到加拿大和家人一起生活 此后林家华便没有了消息 偶尔发表动态也是分享和家人的幸福时光 而且林家华或刘宝珍的生日仅仅相差一天 每年一家三口都会做顿大餐庆祝生日 这样低调平凡的生活 林家华一直过了11年 2006年 她的儿子已经长大成人 49岁的她返回香港继续拍戏 虽然这时香港影视剧已经开始走下坡路 但她还是获得了几个不错的机会 林家华付出的第一部戏是电影《狗咬狗》 这是一部由陈冠希和李灿森主演的动作警尾片 她在电影中不再饰演袁景 而是袁景的父亲 随后她又出演了谢霆锋 房祖明主演的《男儿本色》 虽然她的镜头依然不多 但这两部影片算得上那个时期品质上乘的港片 之后的经典港片《窃听风云》系列 装警匪剧警戒线也都有林家华的家门 她的角色也都回到了扮演远景 2010年 TVB为退役体操运动员刘璇量身打造电视剧《女权》 并找来陈法拉、黄宗泽、马国明等一众明星为她作配 剧中饰演黄宗泽父亲的正是林家华 不过付出拍戏的林家华也曾引起过争议 在2017年拍摄的电视剧《灿烂的外母》中 她和女星姚子林饰演一对情侣 剧中还有亲密的吻戏 当时林家华已经60岁 而小她24岁的姚子林当时36岁 关注戏真《两人的吻戏》是96岁之吻 而且姚子林之前和陈山聪饰演过多次情侣 CP感很强 所有网友对他们这对忘年CP并不买账 后来姚子林接受采访时被问及此事 她甚赞林家华非常敬业 是值得学习的前辈 还大方表示再过四年两人可以拍摄《100岁之吻》 在林家华几十年的拍戏经历中 一直都是绯闻绝缘体 这是为数不多的争议 她的太太刘宝珍也非常信任她 两人结婚37年从未传出绯闻 一直相敬如宾 11月12日是两人结婚37年的纪念日 林家华晒出多张和妻子庆祝的照片 两人穿着同款白色毛衣 如同热恋情侣一般亲密 而刘宝珍保养得非常好 身材苗条 气质依旧 竟然和结婚照中相差无际 从林家华分享的照片中也可以看出 她在加拿大的住所非常豪华 还有一个私人小花园 两人经常晒出在自家院中喝茶的照片 绿色的草坪 白色的花纹小桌 十分惬意 林家华也曾分享和妻子的相处之道 要将家庭放在事业前面 夫妻之间要互相体谅 两人几乎从不吵架 只不过这次结婚周年纪念中 并没有儿子的身影 或许她正是长进的摄影师 之前的林家华分享的生日照中 儿子经常出镜 而且经常由她负责生日大餐 林家华的儿子今年三十岁左右 五官遗传了父母的优点 长相十分帅气 个头和父亲差不多 但儿子没有追随父亲的脚步 进入娱乐圈 也很少在镜头前曝光 一家人十分低调幸福 今年林家华已经64岁 她的最后一部作品停留在 2017年和姚子玲主演的 那部灿烂的外母 林家华近几年已经不再返港拍戏 再加上疫情的影响 往返香港变得更加不便 不过有很多香港明星 都选择在加拿大定居 比如周比利 李启鸿等 想必不会孤单 林家华也是香港电影的缩影 她曾经扮演远景17次之多 见证了香港最辉煌的警匪片时代 她退圈之后 港片也开始没落 这些曾经在经典港片中 发光发热的黄金配角们 虽然已经老去 但他们值得被记住